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树木节是为了保抗抗人民种植树木 鼓励人民爱护树木 提醒人民种植树木 树木对于人类的生存 对于地球的生态环境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印度加尔哥达农业大学德斯教授 对一棵树的生态价值进行计算 统计显示 自1982年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以来 中国参加义务植树的人数达100亿多人次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有力推动了中国生态状况的改善 这个运动启动之前的1981年 中国森林面积为17.29亩 活力木须积量为102.6亿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为12% 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 中国森林面积已达到26.2亿亩 活力木须积量达到136.18亿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8.21% 现在 植树节已成为人们郊游踏青 植树造林的重要节日之一